我这也是治疗 你看这是谁呢 德国的铁血首相比斯曼 比斯曼他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他睡不着 结果就是有一个江湖医生 把他治好了 为什么叫做江湖医生呢 因为当时也是学员派不怎么认可他 这个人用的办法非常的 比方说他不是用药啊 不是用一些什么方式啊 这个人怎么办的呢 这是很符合后来的心理咨询中 就是关于失眠的这些理论 就是这个人就 他这样来治疗比斯曼 当比斯曼每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他就穿着一身制服 或者一身固定的服装 他就坐在那个比斯曼的床前 也不说话 也不在聊天 反正就守着比斯曼睡觉 比斯曼睡着了 他就离开了 但是等第二天比斯曼要起床的时候 他又穿着同样的一身衣服 然后就出现在比斯曼的床边 然后同样的姿势坐着 等比斯曼一醒 就发现 昨晚上我睡觉之前见到这个人 今早就醒了 见到的还是同一个人 他连续几个晚上 就是比斯曼就能睡着了 那后来那人走了 这个故事 万一那人走了之后 这事还没结束 但我得做一个解释 就是其实 它就涉及到一个 就是关于 就是心理罪询方面的 失眠理论的两个部分 一个是关于安全感 一个是关于攻击性 那么就是 比方说像 那个文涛 当你讲的时候 我就在猜 这仍然和你的攻击性 可能连在一起 你怎么老觉得我有攻击性呢 因为你讲你的梦 就是前面你讲的那个 被追杀 或者开枪 我觉得我很怂啊 我觉得真的 我竟被人攻击 我跟你说 他你流露出来 全是你相反的那一件 对 你自己不是一上来就说吗 你看起来是什么样 或者我相反的 这是你的理论呢 没有 我们发现攻击性的方法 可能前面有个部分 关于安全感的部分 那么安全感 你看就是 我们睡觉的时候 得有一件事情 我们都得让脑袋松起来 是不是 对 如果你的思维很活跃 你就没法睡着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 他脑袋松不下来 比方比斯麦 他脑袋松不下来呢 就是或者为什么 后来这个人 就是当他这个江湖医生 就是出现在他床边 这样稳定了 接着几天 他就睡着了 因为当我们脑袋 不能放松的时候 因为我们脑袋 就是我们的自我保护者 我们的脑袋 它保护 你看我们其实 都有一对矛盾 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体验 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身体 就是当我们睡不着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外部世界不安全 就是这个不安全 有多重含义 我们的脑袋 就作为一个 不能停止的一个部分 在这不断地转 对比斯麦来讲 贴血首相 他要操心那时候 多多呀是吧 所以他可能觉得 所有时候都在靠他 也的确是 那个时候德国 都在靠他掌舵 他要一松懈 他觉得国家 可能就不行了 所以他出现 严重的这个问题 当那个人 稳定在他身边 就对他说 你就睡吧 你睡着 有我保护着你呢 连续几个晚上 当他这个稳定地知道 这个人就是 其实这给他一种感觉 结果他又睡着了 当然这个故事 没有到此为止 你刚才那个问题 特别对 这个人后来呢 这个人后来 娶了比斯麦的女儿 有目的的是吗 他不是有目的 他本来 他就是来做治疗的 结果后来 他成为比斯麦的参谋 后来又娶了 因为比斯麦的女儿 也多半会失眠呢 比斯麦离不开她了 就相当于这样子 就用自己女儿 这个女士不能跟女儿睡 这跟这个 比斯麦睡 这跟老丈人睡 反正就是得 站在那前面 这也挺吓人的 有一些人 我自己就是 接触过的一些 总想做事的人 就是他真的 你会发现 原来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人是不是 特别勤奋呢 什么 这些都有 但一定有一条 就是他总是 能量上超值 而且他就是 因为我就 从我自己身上反观 我会人生中 有一些时刻 是跃跃欲试的 我想到这件事情 我会觉得 义无反顾 但那个 后来我才发现 它是一种生理的特征 就是我在那当下 可能我睡了一场 特别好的觉 或者我喝了两杯咖啡 因为我喝咖啡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兴奋起来 然后我的人生感受 和决定都不一样了 我对未来的这种 期望值不一样了 但可能就在下一天 一模一样的外部环境 是 我就是因为 我这个觉 我可能睡得很累 或者我今天这杯咖啡 我就没喝上 我的那种为难的情绪 就很强 甚至我同样的事情 我的认知不一样 我能不能做这件事 这件事是不是足够难 或者别人在这里面 是不是足够对我有助力 或者说甚至一个人 他在此刻说的这个话 是不是让我觉得很烦人 就是这种生理反应 后来我就发现说 人是一架机器 它不是稳定的 它是受你的大脑运作 和生理的这些要素 然后决定了你的想法和认知 这个想法和认知 不是一个凭空而成的 所以我觉得你看 后来有一次我看 那个小是很早以前吧 有一个中医 当时我一个朋友去看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怎么老是睡觉 特别累 他说你应该感谢 但我不知道这对不对 他说你应该感谢这个 你是个能量值不高的人 你就是因为能睡 你还保护了一点能量值 他说你 我告诉你啊 有一些比如企业家 或者是就是那种能人 他说他们 除了他们其他的天分之外 最重要的是 他的身体体质 比如说他很短 就是四个小时或五个小时 他真的不想睡了 起来以后他就越越欲试 他就有一种 要攻克一个东西的这种欲望 这种欲望是生理机制造成的 对 然后剩下再配合他其他的能力 对 所以呢 但是如果有的人 他把欲望全部发现在梦里头 就像你一样 他民族老在梦里头打枪 那你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梦里子弹太慢了 所以我就问吴老师 就是你看像他所说的这个 有的人是在现实世界中 他能精神饱满 有的人就在睡梦中 他跌倒起伏 刚才你看我的解释 他有这个安全感和攻击性 这两个原因 这个安全感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想睡好 脑袋得松下来 就是得有安全感 安全感就是 你确信外部世界是安全的 而且这个安全就来自于 外部世界有人保护着你 而最初这个安全感 就来自于哪呢 最初有一个稳定的养育者 他能够安全的在你身 他能够充满力量的 呵护着你在你身边 当你获得了这个稳定的感觉 你就获得了这个安全感 当你安全感住在你的内心里 你就知道就是确定的有一个 其实这是你内化的一个保护者 在你内心中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脑袋就可以随时的松下来 然后其实这些睡眠极好的人 通常给这个关系很大 我在讲关于攻击性的这个部分 攻击性我们存在 攻击性就是如果我们想 就是把攻击性给和解了 就是叫原始的攻击性 变成了带有人性化的生命力 它需要完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恐惧 我们担心 比方我一打你 然后立马就会报复 就会被伤害 但是攻击性 照弗里德的说法 攻击性就是我们的天然的生命力 所以它就得往外释放 但是如果就是在小时候 比方说你的父母非常严厉 然后你一表达攻击性 啪就被打 或者就这时候 你就觉得你被惩罚了 所以这时候你就不敢表达 但是当你的攻击性 度过这个恐惧阶段 你就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 内疚 你就担心一表达 因为你攻击性 你发现你攻击了别人 然后攻击了妈妈 被妈妈接住了 你知道妈妈是爱你的 但接下来你就开始担心 如果我伤害了妈妈 怎么办 你就内疚了 当有恐惧和内疚的时候 就是我们就发现 自己的攻击性 不能够很好的释放 它就不能构成一个闭环 一个蛮行 因此这些攻击性 不能够就是 比方说你今天要做一件事 这个攻击性一升起 然后完成了这个过程 就是诞生 发展 高潮 衰落和死亡 就像这个事 你整个都蛮行了 结果等你睡着的时候 既没有恐惧 也没有内疚 然后就是你还有这个安全感 你就悍然入睡 但是如果你白天 比方做了事 你又担心 担心伤害了别人 又担心别人要报复你 然后你这个能量没法完醒 然后你就有大量的恐惧和内疚 当然这是简单的概括性的说法 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感受 然后就需要在你睡着的时候 用你的脑袋去消化 你看这就相当于 你白天有很多能量的残余 有时候都不叫残余 甚至成了你白天只表达了一点点 就是这个部分 就比方说你讨好了别人 或者就是你让步了很多东西 其实你这个能量 可能只完成了百分之二十 结果你晚上留下了百分之八十的能量 那你怎么办 你就得用脑袋去处理消化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很难消化 然后结果会导致你的脑袋停不下来 然后就算脑袋停下来了 你貌似睡着了 然后还在梦里头 这个有这种自我安慰性的梦 然后去处理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和攻击性 它是这样的 我听他们说 就处理就像扫尘 说你在晚上 你就像你在扫你的这个大脑里的这个尘 就是扫地 对 或者说你在清理它的时候 这个你扫地不是就会有一些沉烟泛起吗 这里边就是一些残存的信号 那这种 就是所谓这种讨好性人格 或者咱们说一个更极端的吧 比如说古代的皇宫里的太监 那他的梦里会是什么 照道理来讲 他们就应该就是极大的可能性 是充满攻击性的 是吗 因为他又是个奴才 他又没有 他就完全被压抑了 对 完全被压抑 是吗 对 你可以做这么个推理 我问个题外的话 当然我这个时候对这样来讲 就是心理资讯有这么一个假设 包括刚才那个文章 你讲的一个很对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不能够瞎猜 我哪怕这作为专家 就是甚至经验无比深刻 甚至证明我这个猜得还挺 经常挺准的 但是我们仍然得有一个假设 就是当事人才知道 这个答案是什么 对啊 那么当事人知道答案是什么 就是这时候经济上使用的一个 比方在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之中 它就有一个叫自由联想 就是这个自由联想 其实就是 什么是自由联想 你有一个重要的感受 对 那么这个比方说你有个梦境 你梦见一条蛇 那么这个蛇先就是你去 就是感知它 就是观察它 变得栩栩如生 在你的这个描述之中 那么这条蛇 它让你想到什么 又让你想到什么 这叫自由联想 说起来就这么简单 但是每个人联想的 可能都带指不同的问题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吧 对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自己知道 当那个答案对的时候 你自己知道答案是对的 所以它和科学主义不一样 就是科学路线 通过物理性的手段 通过这个客观的方法 能够侦测说 哎 这是 这是答案 但是这个就是 我们的主观世界 就是我们的心理世界 没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个人认为 用这个纯科学的手段 去研究梦 研究梦境 就是或者研究我们的内心 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 就存在这个问题 你找不到那个 就是可以简单测量的 那么一个东西 然后就说 啪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 就成了这个部分 就是这也是心理咨询的 一个假设 当然不是所有的心理咨询 都这么认为 就是我们自己知道 那个答案是什么 所以你可能 就是有十个答案 就是当那个答案出来了 你说啪一句 你感觉这个东西 这个心理的结 对对 打开了 就是说 它是否是个标准答案 或者说是否是某个医生 告诉他说 你其实应该是这么想的 这些都不重要 对对 而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在发现自己 对你自己知道 然后你自己 或许也不用告诉别人 你自己知道 你分明知道 你哪一个点触发了 你某一个东西 这个思考的过程 是一个疗愈的过程 就是至少是 这个找到答案的过程 找到答案 带有一定的疗愈性 但也未必起到疗愈的结果 这个最近呢 我又看这个马斯洛 咱们大学的时候 就在说马斯洛 五个需要层次 什么这个最低的 先吃饱了喝毒了 然后就会产生 安全感的需要 然后是爱和尊重的需要 然后最后是 做我实现的需要 我觉得我们没有很认真地看 这个马斯洛的心理学 马斯洛他 他讲了一句话 很有意思 他说90%的心理学 都在研究的是消极面 病 就是说你为什么焦虑 恐惧 愤怒 失控 然后呢 包括就说 90%的这个睡眠研究 去研究 你怎么睡不着 你在想什么事 他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同样的经历 去研究正向的心理学呢 我们为什么不研究那些个 心态正常的人 然后我们为什么不研究 人性当中的慈悲 友爱 亲情 父爱 母爱 我为什么不研究 甚至他说 我们为什么不研究那些成功人士呢 我们为什么都研究那些个 生活当中的 好像是失败者 这个挫折者 他说 在这个正面人物身上 正面人物身上 我们同样可以得到更多 心理学的启发 就是说 那好的是什么 你不要老说坏的是什么 然后咱们对症下药 那好的 能够睡的 那一瞻诊的就着的人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甚至有医生建议 你应该多跟这样的人交朋友 他可能 他性格当中的很多东西会感染 跟我交朋友 这个未必 这个未必 你和这样的相处 可能你睡得更糟糕 对比 制裁行贿 不不不 他无法理解你的痛苦 因为这样的人 他自己活得很痛快 你可能和他在一起 他的攻击性爆棚 你经常要 这算事吗 别那么想了 你别说 六哥 就是这样简单的事 我的体会 倒不是说会使我更睡不着 我喜欢 我确实喜欢交往这样的朋友 有些时候一说 我记得我们原来有个老总 老爷说 还是煽动口音 多大个事 我一听他说 多大个事 我顿时就觉得 好像确实没什么 不过刚才你说到 这个马斯洛所说的 这个睡眠也好 或者梦的这个正向作用 我忽然想起 为什么刚才老想插嘴 我读过一本书 纳粹德国时期 纳粹德国的一个高层 你看他都是反方的人了 他说过一句话 大概的意思是说 在德国 唯一拥有私人生活的 是那些睡着了的人 就说梦 其实对于一个处在 不正常年代的人来说 梦是具有巨大的 疗愈 因为它是自由的 它是唯一不受控的 对对对 不受监视的 你想这个梦多了不起啊 梦是自由 梦是自由的 我一直有这个感觉 就是说 其实梦是最无法分享的 你比如说我很少 我经常会看别人 比如朋友圈里说 我昨天做了个梦 我往往会滑下去 我不会看 因为我知道 我无法共情那个梦 他如果说 我生活中碰到一个什么事 我是很感兴趣的 但我觉得梦 其实就是说 你只能 你也不用给别人讲 因为梦是 唯一不能分享的东西 因为梦 哪语言说出来 都是不准确的 对 所以呢 它是唯一你自己的秘密 你自己能识别它 然后 它是属于你自己的 你对自己的了解 甚至是某种自由 也是某种秘密 或者是 也难以言传的东西 讲得上我也得说 你看 就是 你们讲的都很有道理 但是我得再讲 在弗里德出现之前 谁对梦这么感兴趣 谁能够像弗里德这样 就是把梦解到这个地步 就所以 就是我们 我一方面的说 我们确实是通过 自由联想的方式 就是或者 根本上 我们自己是自己解梦的 是自己的解梦师 而这个答案在自己内心之中 但你看 在弗里德出现之前 大家就觉得梦 是神秘难以理解的 而中共解梦 都和命运连到一起 梦都是各种各样的征兆啊 什么的 但实际上你看 这不一样 到了弗里德这儿 就假如用这个科学的方法来发现 你也没法去讲弗里德 这个解梦的这个方式 是对还是错 但是我们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来讲 到了这儿 梦终于能够被系统的理解 我有个好奇 但怎么来证明 他这个说的是对的呢 因为梦是无法证伪的 因为我们自己会知道的 因为我自己也经常会 有一种神秘感 就是梦会有一种预兆性 对 是吧 我后来是看过一篇文章 他解释了 就是梦其实没有预兆性 梦不能让你看到未来的世界 但是梦能让你看到自己 对 梦能让你看到过去 他说所谓的预兆 事实上是回忆 欲望和期待 这三样东西 这个比较吻合我的梦 我跟你说 所有对梦的这个过分超能力的想象 我觉得是没有实证的 他其实是个反观 是往回一看 对 可是呢 我觉得 他对我们非常有意义 甭管他在生理上 客观上起到了 是不是脑脊液要冲走那个嘎吗 是吗 是吧 那个都无所谓 嘎他 嘎他对吧 甭管那嘎吗还是嘎他 但是呢 对我们来讲是嘎他 不是 我就说什么呢 我说对我们来讲呢 他为什么特别 有意义 你刚才讲的啊 就是你看我有 他把一些感觉啊 串联起来 因为我曾经在我们这个节目里 那个我曾经讲过 就是说 我的母亲这个中风 中风之后 他就不能就就不能说话了 那当时呢 我在黄山脚下 那等于说呢 他到医院 没几天就失去知觉了 那他只是在电话里 给我说了一个话 就大概就要问他话 我没事 就很无力 那就等于说 是我母亲最后一句 我听到他的声音 当时我有一个特别的印象 到今天都记得 就是因为他特虚弱 所以你就会觉得 他这个声音特别弱 但是又特别温柔 特别的温柔 又无力 你知道吗 就是那么一种感觉 后来呢 也涉及到给他找医院 什么这些问题 然后呢 前些日子 我就做了一个梦 好像就是梦见呢 我妈妈这个重病了 然后呢 我就抱着他 我就记得我是这么抱着 我这么抱着他 这么抱着他 他这个头啊 就在这儿 他的头就在这儿 那因为那种无力 他的头就是这样 就这样 哎呀 就是软软的在梦里啊 就靠着 当时我就在 抱着他在两个医院的楼梯 中间 好像是在跟我哥哥和弟弟 在商量 哎呀 那个医院没有停车场了 他说 那个医院 这个医生 什么不接诊了 大概就是在梦里 就交集 我就站在当家 然后呢 我妈妈没有出声啊 但是我就记得 他这个 这个 这个头啊 非常无力的 又很温柔的 在我的 就随着我抱着他跑啊 他就这样 这样 这让我就是 他听到 当时听到 他声音就是这个感觉 但是在梦里 他是以一种 他的那个柔软无力的脸 以触觉 和他的发丝 对对对 就是跟我那个 声音的那个感觉 是一致的 我就说梦啊 让我们 怎么说呢 刻印了 或者说让自己 重新认知了 哎呀 这个梦醒过来之后 我就又想起 就是我母亲 最后跟我说的 这个 这个话的那种 感觉 但是你看在梦里 他是一种 我抱着他跑啊 他就头去 就一个像昏迷的人 但是 就那个发丝 又又扶过 就这个触感 就你把那个 和那个语言 和那个语言的那个 是完全 我在梦里知道 是完全一致的 我会觉得梦里的 那个感受 之深 或者 就是那种 我就感觉 好像人 可能你在现实世界里 还是不是虚伪的一个壳啊 还是你就是有表皮的 嗯 可是在梦里的 那个感觉触觉 或者所有的通感 加起来的感觉 就是去除了表皮 对 我感觉是直接 裸露了 裸露了 你认识了你自己的心 对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其实跟父母之间 都没有太多的情感交流 对 都是那种 但是你看 也是我只有在梦里 我梦见我父亲 我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我们经常会说很多话 甚至那种感觉特别丰沛 特别饱满 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 我父亲即使活着 我相信也不会跟他有那么多表达 梦里头 就是真的特别痛苦的时候 我会醒来 会觉得心脏疼 是真实的疼 不是 不是某种比喻 那咱们三个病人 那你先做个心电图先 真的吗 有会偶尔 非常少的时候 但是我会经常是 比如说下午睡觉 睡过了 那个是梦魇 不是 比如睡过头了 一直睡到傍晚 那时候起来 就会觉得特别绝望 六根讲的还不是梦魇 其实就是讲到 五睡的时候不能太长 因为这是给睡眠的 这是个睡眠的科学 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为睡眠 就是一个完整的睡眠 他需要 就是先 就是那 一期二期三期四期 他走完这么一个部分 而且就是他要再重新 从前入身 然后再这样出来 他需要时间 你可能得比方 两三个小时 你才能够完成这么一个部分 就是或者是 都说四十五分钟 大概达到一个什么状态 如果你睡得很久 结果会导致 就是你貌似近的身 比较深了 但是你又睡得不完整 所以那个时候 你进入一个特别难受的状态 但是在晚上 我们比方睡至少五六个小时 甚至七八个小时 甚至十个小时 你整个的让这个睡眠 是一个完整的状态 大小周天 醒来是傍晚 是最绝望的状态 对对对 这是为什么呢 不知道 咱们三个病人 都是同样的症状 有这个感觉 醒来的时候是傍晚 好像有点 我觉得内心特别灰暗 对 我就是 下午三点以后 我就绝不敢 让自己 就再困都不敢睡觉 躲避这种睡眠 我会躲避 就是下午三点以后 因为我知道 醒来是傍晚 那就是 就是一种莫名的绝望 就你一抬头 因为你睡的时候 天还是亮的 你一抬头 这醒来的时候 就是 就是滑灯出上了 不是你平常看到 傍晚的那个感觉 那个安稳的感觉 它这个人的状态啊 它就是跟体温有关系 比如说你睡得好了 你发现你睡不着 你的身体就原来是 始终是热的 对 你睡醒了 睡睡好了 身体就凉了 然后呢 有个体温变化的规律 就比如大多数人 从早上起来 看见天光 那体温开始上升 上升上升 然后呢 这个到午后 又开始有点往下降 然后大概到傍晚 据说是傍晚六点左右 又有一次这个上升 然后就逐渐又 体温又有点下降 这一天里 要是年轻的健康人 大概幅度在1.5度 体温1.5度的这个变化 你状态好的时候 就是 就是起来的时候 是吧 所以他们就要 短睡午觉 也是有道理的 我还有个感觉 就是 我要知道 那个黑暗是怎么来的 就是你看到那个天 你每天都能知道 那个天光渐渐暗下来 我觉得生理上 是有感受的 但是睡 下午三点以后 如果你睡起来 天已经黑了 我就觉得那个黑暗 是在我 它是偷偷进来的 它没打招呼就来了 我就会有一种 巨大的被压迫的感觉 所以这个人体 是最复杂的宇宙 对吧 我觉得它最复杂的地方 在于它是能动的 对 没法把人弄死了 研究 就是当你搞清楚的时候 你解剖它 对 解剖它是死的 对 但是它活的时候 就这个能动性 我觉得 所以心理学 可以大广阔天地 所以说心理学 也有一个巨大的矛盾在那 你看这是心理学 研究人的主观世界 主观世界 不能用客观世界的 那一套逻辑去研究 但结果它导致一个 就是很难被 就是标准化 很难被量化的 这么一个部分 对 你比如说标准 我跟你说 我都有这个 我都有这个数据了 小超又来了 你看啊 临近正午或傍晚 人的状态 最敏捷和活跃 无论前夜失眠与否 你的思维 还是会随着体温上升 更敏捷 听起来全是在自我宽慰 他就小超完了以后 他听起来 怎样都行 他都几千本书里 又找对自己有力的 腰杆都硬了 没错 没错 你要失眠的人 我个人的体会 不能作为什么 就是说 你要告诉自己 没事 你少吃顿饭 你饿呗 但你为什么 没有这个焦虑呢 对吧 你少睡顿觉 你干嘛 那么当回事呢 我有几个特别严重的来访 他们就有严重的睡眠问题 他们有这么一种逻辑 他们觉得自己白天状态不好 就是因为晚上睡不好 比方说白天一般世界两个 工作状态不好 再一个人际关系处不好 他觉得自己是因为 晚上严重的没有睡好 所以他们一直存在这么一个逻辑 如果晚上睡好了 第二天就有个好状态 就可以好生活 好工作 结果 我自己就都能开出俩药方来 一个药方叫 用早起醋早睡 就是你必须对早上早起 你说比如早上六点钟起 你看你第二天还睡得晚 还有一个 这个也有问题 他睡不着 还有一个 我认为就像小孩一样 我带小孩就是 你白天不好他 他晚上就好你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你白天得好 所以他们的逻辑是反的 对啊 其实当他们偶尔有一天睡好了 结果发现第二天还是工作不好 然后接着下一个晚上 就睡不好了 所以后来那时候我们总结说 这个逻辑应该是反过来 对 你得把你的能量给使出来 对 把劲儿使出来 这样你晚上肯定是不要人 怎么使呢 就是就是就是攻击性 示范你的攻击性 谁是攻击谁呢 白天被老板骂了 吴老师你 白天被老板骂了 晚上攻击谁呢 攻击性我们是一个 我们能躲让他走 攻击性是一个那个简单的说法 就是我们一般把它理解为要打人 不这个意思 我认为 勤奋的人基本上不吃不吃面 也不会 你不能那么说 很多人是勤奋失眠的 对呀 非常勤奋的在失眠 对比方我本来以为 你这种不失眠的人 就不要替失眠的人总结 他一沾沾的就着 对 比方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 但你看在你这儿又不适用 就是假如你今天 这个节目做得很好 你觉得今天该说的话都说了 该该有一种圆满感 然后到了晚上你可能到头就睡了 也不会 但你看你又不会是吧 但一般的道理来讲是 你白天把自己的劲都使出去了 然后到了晚上你就可以就睡得很好 就 但是失眠的人大部分都是说 我很累呀 我很累 就是我觉得我劲已经筋疲力尽了 但就是睡不着 那个劲是 困而睡不着 那个劲是不一样的 那个是思考在使劲 就是你在思考上使了 相当于这样的 你想表达攻击性 你把它压住了 然后思维 你压在这儿你就觉得难受 你想多一点 结果思维和体验 或者你说思维和攻击 构成了这么一个过程 如果你使劲的时候 你发现你是比较顺的 然后你就这么 当然你看讲在这儿 我也不是这种人 你是失眠的 对 反正我是不敢说话 因为我没有这题 其实这事我现在想很简单 就是有一个预值啊 是你真到了需要 专业医生帮助的时候 或者专业的心理学 那您就去看病 对吧 但是呢 就我身边的 从十几岁的到七十岁的朋友们 好像现在说 谁十二点以前睡 那都是不现实的吧 有一部分人是确实工作和压力 有刚性的压力客观的 对吧 但是更多的人 您觉不觉得 没错 他舍不得睡 对 所以我们可以做个广告 你想睡眠好吗 把你手里的手机换成书就好了 这是 以前我没有这个习惯的时候 除了看书 比如睡前 做什么事 是不是都需要 哪怕睡前妈妈给你讲个故事 是吧 对 你可能都要比这个累 我现在有个时机判断 就是睡前看书 如果看到那个几行字 反复地看 看了二十分钟 还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时候 对 就是看到这又往前爬一下 对 往前爬一下的时候 对